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在旌旗队长上映之后产生了非常多热烈的讨论 我上一支影片已经做了关于旌旗队长的无类影评 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可以先去看那个地方 如果你看完之后你就会知道 我也没有给旌旗队长到A或者是A加的等级 我也觉得它不是一部完美的电影 但是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差 你没有愤怒吗?我们很愤怒 今天的主题就是旌旗队长的有雷影评分析 现在看看我们为什么会看完一部电影之后觉得它不好看 什么叫做不好看? 当然一部电影你可以用商品的方法去评价它 到底对人来说是值得还是不值得的 那就有简单的好看与不好看 你也可以把电影当成艺术作品的方式去欣赏它 那就不会有所谓绝对的好看或者是不好看了 能在大萤幕上面宣传狂打的电影 一般来说不会到真的不好看 只是我们看不到想看的 比方来说我看完艾莉塔是非常的满足于她给我的视觉 还有她的世界观 以及她的武打动作 但是在人物剧情上面的感情部分 我看不到我想要看的 所以有的人会觉得罗马不好看 有的人会觉得波西米亚狂相局不好看 有人会觉得幸福绿皮书不好看 也有的人会觉得蜘蛛人星宇宙也不好看 那就是这些电影的取向或者是她呈现出来的菜色 没有让这些观众觉得有她想要看到的东西 回到旌旗队长 我觉得大多数的人就是这样 主要会觉得这部电影不好看的关系 就是这个超级英雄不是她的菜 而不是旌旗队长真的拍得有多么的差劲 多么的烂 或者有多么的平庸 我反而觉得旌旗队长是钢铁人之后 满围最不平庸的一部英雄起源电影 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让习惯看漫威电影的人会觉得不好看 会觉得没有看到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 甚至是在个人的情感上面受到了一些冲击 老实说我不觉得旌旗队长 有套用到漫威的英雄起源电影公式 通常在这些超级英雄电影的起源故事当中 会安排给主角一个非常相似 但是相反的反派 让观众非常的清楚知道 英雄和反派的区别在哪里 通常只会是在一个很简单的善恶选择之间 像是黑豹 蚁人 奇异博士 雷森索尔 钢铁人 美国队长都是 而旌旗队长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 也成为许多人诟病这部电影的一个原因 要深入了解到旌旗队长的反派到底是谁之前 我要先提到几部电影 除了最近正在上映的《法律女王》 还有《真人真事》的纪录片《不恐龙大法官》之外 更重要的参考会是主角Brie Larson 之前主演来拿到奥斯卡影后的不存在的房间 我在上部影评说 旌旗队长是漫威版的《属与鸟》 但其实旌旗队长更是超级英雄版的 《不存在的房间》 这部2016年的电影叙述 一位少女被一个男人绑架囚禁在一个小屋当中 软禁了长达七年的时间 男人将这个女人视为他的伴侣 两人还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仇德洛》所饰演的永罗格 事实上就是绑架监禁了这个来自地球的女孩 还让他失去了自己的名字 就算这个男人书写给他 治疗他 教导他 但也不代表他能够拥有他 甚至只是想要利用他 等他恢复记忆之后 可以找到宇宙魔方的下落而已 但这个永罗格一点都不像是一个强力的反派对吧 因为这部电影《真正的反派》 是这个漫威第一个女性超级英雄电影 要表达要对抗的 真正真正真正的反派是父权 是男人掌控的社会 是性别不平等的思维 这跟我们看幸福绿评书或者是关键少数里面讲的平权是一样的 黑人要用黑人专用的厕所 在《法律女王》里面 主角也提到她进入哈佛法学院旧学的时候 里面是没有女厕所的 这叫做厕所平等学 Bree Larson本人可能是一个会惹人反感 然后激进的女权主义者 但这部《惊奇队长》不是 电影很聪明很隐晦的在表达这些内容 他们又把主角小时候因为身为女性而所受到的创伤 用很傻勾结的方式表达出来 让每一个观众都很清楚的知道 当女生有多辛苦有多不公平 我真的要说这次导演做得很好的地方 她刻意的选择不这么做 因为这部电影的重点不在那些伤口 而在于母性能够愈合的力量 就像我上一支影片讲的 她永远能够再站起来的强大 当一个小女孩想要开赛车 打棒球 从军 开飞机 或者成为一个超级英雄电影的主角 而不是站在旁边的画屏 都不是我一个男生可以想象的到有多困难 所有的女性在一生下来就必须要面对到的不公平 才是这部电影里面 这个英雄要对抗的最大的反派 我还看到有人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说 主角的好朋友的女儿 在那边鼓吹自己的妈妈去参加一场有去无回的任务 是一件很冷血很残酷的事情 母亲就不能拯救世界去冒险吗? 父亲就可以 或许你没有性别歧视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会陷入这样子的盲点 也因此主角在这部电影的剧情当中 是看不到所谓的成长曲线的 因为那些受伤 或者是低潮之后的成长 都不存在于现在 如果说她对抗的是无情的男性思维 她能找回被剥夺的过去 她能解开男性加在她身上的束缚 她能拆穿欺骗她的种种谎言 这才是这个主角真正要做的 这部电影当中的戏剧行动 讲到谎言可以稍微提一下 魔鬼大帝真实谎言这部电影 也就是百事达那一幕惊奇队长打烂的那个直拍 这部詹姆斯科麦荣拍的电影 非常的精彩好看 里面有非常多精彩的动作场面 电影主要的核心就是在于夫妻之间的谎言 那部电影叙述 阿诺斯瓦辛格跟杰米李扣德斯是一对夫妻 后来这个老婆发现这个老公一直在欺骗她 因为她的老公的真实职业是一位特务 这也是暗示者邱德洛的这个角色 以保护主角的这个理由 欺骗了她六年的时间 剑棋队长里面最大致敬 或者是引用的电影 其实是阿汤哥的捍卫战士 HOWWAY TO THE DANGER ZONE HOWWAY TO THE DANGER ZONE TOP GUN 帅气十足 然后充满了男性荷蒙的一部电影 经理队长和她的朋友在回忆的片段当中 坐在飞机驾驶舱上面的画面 是百分之百的致敬捍卫战士 完全就是拷贝了捍卫战士当中 男性飞行员那个 美国英雄的形象 里面那只猫咪的名字 更是直接叫做呆头儿 也是捍卫战士的剧情里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名字 那是不是会有人问 为什么惊喜队长要走一个 这么特立独行的定位的路线呢? 为什么不跟之前的漫威电影拍的一样 我们之前都看得很开心啊 轻松好笑 我觉得在漫威的设定当中 都不是一部电影那么简单 对我们这些已经长大的大人来说 可能就是一些周末的娱乐消遣 或者是朋友之间彼此谈话的话题 但是尤其在病入迪士尼之后 这些超级英雄电影 对每一个成长当中的年轻人 都是有非常重要的认同意义 是偶像 是成长中的楷模 每一个英雄也才需要有不同的定位 才会有美国队长 又有钢铁人 这个截然不同的形象 还有比钢铁人 还有有钱的黑豹 有平凡的蜘蛛人 有蜘蛛人 有星爵 有奇异博士等等 旌旗队长就是有他不一样的价值 还有意义 不然我们其实只要有一个 宇宙无敌强的孙悟空 来守护地球就可以啦 希望这样子讲完 能够让你得到 看完旌旗队长的新发现 也让你觉得自己花的电影票钱 能够更值得一些 再说一次 我只是想要指出 这部电影里面优秀的地方 而不是要护航说这部电影什么都是对的 旌旗队长里面像是吃了无敌猩猩一样的战斗场面 我就没有那么的喜欢 就用我来预测一下 旌旗队长对于4月要上映的 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的影响 说旌旗队长加入复仇者联盟之后 就能够逆转无限之战的结局 我觉得那倒未必 因为复仇者联盟的重头戏 应该还是要在钢铁人 美国队长雷神索尔等等这些复仇者联盟的元老身上才对 而不是说来了旌旗队长 他有超强的必杀技 就可以打败萨诺斯 扭转整个局面 这样的剧情内容 应该也不会是罗素兄弟想要拍出来的 那旌旗队长他就不重要了吗 他就像是黑豹在无限之战一样 只是提供火力的角色吗 我猜Endgame这个字会是关键 在旌旗队长的电影当中 他提到好几次自己不是谁的武器 他是要来终止战争的 去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战的百年纪念 要怎么终止战争 会不会才是复仇者联盟 终局之战的剧情核心呢 旌旗队长是不是会带来 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反战思维呢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